我们南岛语族在台湾生根 然后在五千年前开始窗外迁徙 根据学者研究 南岛语族的起源可追溯到从台湾扩散出去 如今成为世界分布最广的语族 并有一千两百多种语言 小小的台湾如何成为这广大语系的发源地 的确光是台湾 官方认定的原住民族语系就高达四十多种 成为南岛起源最佳证据 但研究证明不仅仅这些 用构树皮做成的球前座椅 国内常见的构树被许多族群应用在日常生活 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员中国方就发现 台湾构树的遗传多样性高 且与太平洋诸岛的构树DNA系列吻合 指出太平洋的构树就是来自台湾 在太平洋地区的构树它只有母的 它只有吃的 它没有办法产生种植 那它是怎么繁殖的 它事实上就是这些太平洋地区的岛民 科里尼西亚难道羽族的原住民 他们用它们的构树的根部 我们叫蒙涅就是千叉 所以它从台湾带出去 一路以来都是这样繁殖 所以就保存了它整个 这个构树在太平洋地区 古老的一个迁徙的历史 另外在考古古骸及器具中 也能看见台湾就是起源的证据 拥有语言 植物 考古及基因学的论点 在在确立台湾在南岛羽族的重要位置 不过也有学者担忧 这样的历史逐渐被大家淡忘 期盼在相关教材中 能记录这段历史 让更多人看见并记住 原始新闻 阿斯伯罗利亚新北新庄采访报导